白癡喔 我們今天喝了還去幹嘛啦 嘿你這就不懂了 因為我們是 木曜寺超愛 木曜寺超愛 這個頻道已經被接管了 你知道嗎 木曜寺老闆道歉暫停直播 六大金剛動向公開 和網評他最慘 因為今天要見你了 快 是 他用鏡頭 他很了解他跟你聯繫 我拿去 他就拿到 你是主先輩 他差點沒拿香菇 要見你了 上週才上架和最美里長合作的一日系列 木曜寺超玩 就因為吳玉瑾宣布暫停直播 爆出團隊集體離職 小編瞪啊瞪 等到的卻是壞消息 你阻止不了我們了白霞 誰說阻止不了你們的 老闆Eric18號晚間發出道歉聲明 表示很抱歉 要和親愛的觀眾說聲對不起 木曜本週四仍然會暫停直播 由於人事異動 也不想讓主持群面對無關的風波 關於YT影片 新的木曜企劃將會在9月上架 不用挖我 我自己就走 我沒有辦法待在這裡 這個工作 我真心做不了 真心俱癖 薪水三年盡力了 元老台哥沉寂七天也首度發聲了 曬出與YT沙白合照 雖然沒多說什麼 但仍看哭一票粉絲 似乎是在喊話 錄影一切如常啊 3月18號 謝功塔 因為宣布暫停直播後 網友紛紛點名六大金剛 包括KID昆達 可能陸續出走 對此KID表示 原定的外景拍攝都還是正常進行 我跟你講OK的啦好不好 好會演 你演技好 那你這樣是不是 你演技不錯 你演技不錯 希望 這未來 我好加 你 好嗎 好 好 那只要好 好 真的就要給我跟昆達一招 好 你 我愛的 Yo 我是昆達 我的臉孔像是愛情雷達 能破解你的模式密碼 你為我展開你的心房 昆達也透過經紀人表示 只是直播暫停沒有異動念頭 至於溫妮、泱泱、瑪莉亞 則是動向未名 這KID來的時候 真的是讓我有蠻大的威脅 就連我現在都覺得 他是不是真的走了 放手 瑪莉亞什麼啦 我被害理 發祉 え? 也引來PTT鑳明討論 阿布玛莉亞是不是很衰啊 心疼瑪莉亞上 在AKB不紅 好不容易來台發展熬出頭 才剛把中文獵手 就遇上公司內部問題 離開AKB的時候 我已經 那是最後一次 就是我自覺的那個還是人生的最後一次 說實話 我超討厭阿布瑪莉亞 當紅偶像團體 呼不下去討去當什麼Youtuber 我們這輩子啊 最看不起的就是這種人 哪像我過氣才來 紅色的圓圓的 然後 紅色圓圓 然後可以寫他的眼睛 可以寫他的眼睛 啊 我跟你說 不倒翁 答對 我感動一下 我覺得什麼都沒有啊 完美 感謝 感動 希望未來的木耀 能繼續帶給大家全新的感動啦 每一種感動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